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曰 何为其末知子也 子曰 不怨天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关于这个十四点三五呢 很容易让你产生一种误解 这种误解就是孔子在抱怨 哎呀 没有人懂我呀 对吧 有人就拿着这条来说事 说孔子都说讲话说大话的 他在前面一方面讲不患人之不己之 另一方面跑到这里又开始抱怨 没人懂的 那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呢 你就误解了孔子的意思 因为这条很明显是孔子在启发子贡 孔子用这句话来引出子贡的疑惑 因为子贡知道 老师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 所以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何为其末知子也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孔子接着讲到下面这里 你只要理解了下面这句话 你才知道上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不怨天不由人 就是我也不会啊 把这个问题怪罪于天 这天就是命 对不对 就我命不好啊 我怎么得这么个命啊 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这个叫怨天 不由人 这个由就是过错嘛 对吧 由就是错误 就是我也不会把错误轻易的怪罪到别人头上去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任何的这个挫折啊 或者是困难发生的时候 我第一不怪命 第二不怪别人 那你说 他怪谁 他不是怪谁 他是所有的事都从自己身上去想办法 去找原因 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 对不对 诸事反求诸己 啊 所有的事情回到自己身上来 如果你遇到了困难怎么办 第一抱怨老天爷对你不公平 这一点用都没有 第二你说哎呀都怪谁谁谁 谁要是怎么怎么着就好了 这也没用了 最大的 这个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耐心的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叫不怨天不由人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下学而上 下学而上达 这个下代表的是人间 上代表的是天道 通过学人间的事 通的对这个上面的对这个天理 对这个天道 而有所了解 达到高的境界 啊 这个就叫下学而上达 所以下学而上达 其实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我们讲这个这个 虽然啊 天理 昭昭 但是呢 天理的东西 其实在人间都有显现 对吧 也就是有点像是 后面这个王阳明 所说的那个话 但是有点不同啊 王阳明说的是 所有的东西 其实就在心里 但是孔子强调的是什么 是在人间经历 诸般的事情 能够让你慢慢的明白 背后的真理所在 王阳明说的是 心里 所有的天理都在人的心中 心急里也 这是王阳明的说 但是孔子说的 这个下学而上达呢 是说我们要格物置之 对吧 所以你知道儒家 特别强的这个格物置之吗 什么叫格物置之 就是通过 这个物就是外物 通过在人间 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然后不断的 让自己达成真知 是吧 就是听着好像很玄啊 其实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常见和正常 就是比方说 我们有句话叫 吃一欠长一智 对吧 有时候你 这个事你不懂 于是你就要栽根 你就要吃亏 结果吃了个大亏 有时候痛定思痛 反思半天 最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个就叫格物置之 你跟这个世界交手 最后 得到了一些收获 得到了一些 这个背后的真知 这个就叫通过下学 来上达 所以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去 对外求 是没有用的 你对外找任何的理由 都没有用 你找天的理由 没有用 找别人的理由 没有用 只能怎么样呢 只能在困难当中 不断的提高自己 只能在人间 不断的历练自己 让自己最终归于天道 这个就叫做 不怨天不由人 下学而上 后面就讲了 知我者 其天乎 如果说真的 有人能够懂我 应该是谁 能够懂我呢 应该是天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目标 是最终能够达到天理 天道 这个东西 应该是 世间的规律 如果真的 有谁知道 我懂了 这个世间的规律 我绝对不是 去从外边的人讲 你懂吗 你知道我现在 有多厉害吗 你知道我现在 达到了这个 天人合一的境界吗 我不需要 去找外面的 任何人求 如果真的有人 有什么人 能够理解我 能够知道我 那一定 是天 那一定是天知道 对吧 你到达了哪一层 所以你知道 前面的这句话 这个 莫我知也福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人 是不会懂你的 你也没必要求别人懂 因为最后 真正懂你的 只有天 如果你所有的 努力都是 这个 提升自己的话 对吧 什么人能够懂你呢 你也不需要求别人懂 所以这里的 莫我知也福 绝对不是 孔子在抱怨 如果你把这件 这句话理解成抱怨 那么 后边的这个 句子 跟前面的句子 就形成矛盾了 前面刚说完 莫我知也福 后边接着夸自己 不愿天不由人 你这不搞笑吗 自己打自己脸 对吧 前面刚在抱怨说 哎呀 怎么没人懂我 后边马上说 我从来不怪别人 你这个就讲不通了 所以这个 莫我知也福 其实强调的是 人是不会真正 别人是不会真正的了解我 他讲出来这句话之后 子共马上就问 什么意思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说 然后孔子借着这个事 就来教育子共 他说 你怨天是没有用的 你怨别人也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到底学到多少 你能够到达什么境界 靠的是你自己 你不断的在世间磨练 心中明白一个又一个的天理 如果这么讲的话 谁能知道我 谁能理解我 谁能够知道我真正的水平 恐怕只有天了吧 这是他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其实就特别符合孔子 教育子共的场景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直讲 子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子共有个缺点 子共的缺点是什么 子共的缺点是放不下别人的看法 第一 子共喜欢评论别人 第二 子共喜欢让别人评论自己 而且他这个让别人评论自己的时候 他往往喜欢听到别人的赞美和表扬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经常看到 子共没事就跑老师办公室 对不对 这个老师你觉得我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经常就问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读这一条 大家要结合整部论语当中 子共这个学生的特点 以及孔子的真正的思想 他自己的处事方式 说话方式 和他自己的这个基本的见解 你来理解 要不然这个句子 你会理解不通 你会觉得很奇怪 孔子一直说 标榜说不患人之不吉之 人家不懂你 没有人懂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结果跑到这里 突然感慨一句说 没有人懂 对吧 这这句就绝对不是他的抱怨 这句只是他为了引出子共的问题 而提前 相当于 这个这个 对吧 就是抛了个包袱 逗了一下子共 对吧 当然这句话本身也是有道理 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谁能够真正的懂你呢 得失寸心之 这句话我们后来也经常讲 恐怕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当然你说我能够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 是否真正的到达了天理的那个地步 恐怕只有上天能知道了吧 所以这是14.35 这条呢 因为有特别特别多的误解 所以我要专门把这条重点讲一下 所以我要专门把这条重点讲一下